太奇怪了,古代太监竟然普遍长寿,难道真的因为他们比正常人少零件吗? 古代人的寿命普遍都很短,这都是因为古代医疗条件不发达,战乱频发,人们对天灾束手无策。 在古代人们能活到五六十岁已经是高寿了,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, 宫里的太监寿命普遍都很长,平均寿命甚至能达到六十以上,甚至还有很多人活到了一百岁。 难道这真的跟少了零件有关吗? 其实太监们普遍寿命长和缺少身体部位是有关系的,但这并不是直接原因。 太监们普遍寿命长根本原因的第一点是太监们的生活压力都非常小。 古代有很多贫穷的平民,他们连饭都吃不饱,每天都要为了生计发愁。 而太监因为缺少了重要的男性器官,所以他们无法正常的结婚生子,也就不用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。 相较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压力自然就很小了。 他们进宫的主要工作是伺候皇帝和妃嫔,虽然身份是皇宫中的奴才,但起码也算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 皇宫里的珍修美味,应有尽有,金银财宝,珍贵药材更是数不胜数。 很多太监通过中宝私囊得到了很多的财富,他们在宫外建宅买地,拥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 皇宫和外面相比也要安全很多,太监们不用担心战乱或者天灾,生命安全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,自然每天都身心愉悦,心情好,自然身体就好了。 而且皇宫里的太监人数非常多,工作很轻松,基本上不用出什么体力,不用像农民一样天天下地干活,也不用向很多百姓出卖劳动力挣钱。 每天就是给主子泡泡腿,传传话,还有些地位高的太监,妃嫔都要礼让三分呢,有事吩咐底下的人去干就行了,待遇和主子差不多。 而且太监没有失业的担忧,基本上进了皇宫就是一辈子的事,相当于得到了一个铁饭碗,根本不用为后半辈子发愁。 皇帝还要每天为了朝政,劳心,伤神,时刻警惕,害怕有人摸圈寸位,吃也吃不好,睡也睡不好,精神长期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,这么一笔,做皇帝好像还不如当太监舒服呢。 太监寿命长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饮食普遍清淡,因为太监和正常男人相比少了一个身体器官,所以他们不能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, 常年吃一些清淡的食物,非常有利于身体的健康,也有助于养生。 就像寺庙中的和尚,他们常年吃清淡的食物,寿命也普遍比正常人长。 除此之外,太监相较于普通人,他们能接受到更好的医疗条件。 宫里有很多医术高明的太医,虽然这些太医的职责是给皇帝看病,但偶尔太监有一些头疼脑热,也会在御医那里拿药。 他们都是给皇帝服务的,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,平日里关系也都挺好的,所以一般太监开口,太医也不会拒绝。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,这些太监没有生殖器官,他们自然也没有办法行男女之事。 古代有很多帝王纵欲过渡,身体亏空导致早亡的例子,比如说曹操的儿子曹丕,汉成帝,刘傲等。 那太监自然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,他们的精气非常足,寿命自然也就非常长了。 再加上正常来说,古代人的这个作息是很规律的,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身为太监天天都得工作,自然也不会晚睡早起了,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作息习惯。 那每天生活的无忧无虑,压力小,工作轻松,饮食绿色健康,这样来看,太监真是想不长寿,都难啊。 古代的帝王绞尽脑汁,琢磨长生之术,却还不如太监活得长久,真是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啊。 今天的历史就讲到这里了,大家有疑问的话,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